我儘量選定 你先 我先 我先 我很簡單的三句 第一 首先這個絕對沒有所謂法理基礎 這個是純粹人質 大家如果記得去年在討論台風山竹 究竟是否可以利用緊急法庭公 那時候他說沒有法理基礎 但到今天為何又會有法理基礎 很明顯這個就是他喜歡用就用 他不喜歡用就不用 這個是純粹他自己個人的觀哲意志 第二 如果頑固緊急法的歷史 我最擔心的是 當你用了一些額外的權力的時候 你就不會收 是會越用越開心的 那些暴政是會越用越開心 緊急法不是正指1922年海原大罷工 在戰後的殖民地政府 他們是利用了很多次緊急法令 或者各種的變相的形式 不是說你緊急狀態才用 去填補了他當時的一些法律的流動 例如1956年曾經 推動過一個叫做長期拘留一些 沒有辦法抵戒出境的人 而這些這樣的不合理的措施呢 聯合國罵了很久了 罵到他臨回歸才收回的 那我想問一個問題就是說 你將現在香港的政治制度 由我們逐漸邁向消火獨立 立法會有自己的機關去立法 去慢慢倒退回去殖民地的政府的時候 你這次去推蒙面法 想著什麼時候收回呢 是不是永遠不會收的呢 那你將來還會 剛剛大家說了 你可能會越推越多的 你越用越開心 你下一次又處理私有產權問題 你下一次又可能聽 湯十一說要延長關押時間 那你什麼時候會收呢 你是不是永遠不會收呢 好了 最後了 第三句 你是不單止去 不單止不能夠處理你口中所說的 止暴定 去跟別人說 什麼 外國都有蒙面法 為什麼香港又要有 不是香港又有什麼問題 我想粗俗一點說一句 就是這些想法的人 其實你那個腦子是生在市法上 你是 不是 我是認真 你不斷地去說這件事 香港是沒有民主政制 香港是 被你限制著那個自由 越鉗越緊 那你就不要拿別人的民主制度去做類比 你真的不要拿這些東西來比 你不要在這裡 真的 就是 指鹿為馬 說完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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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